最近啊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说是在海南淡州 有一名男子啊拨打110 结果呢竟然被出警的警察给殴打了一顿 监控记录下了这个全过程 一开始男子一边拨打电话一边走出店门口 似乎在迎接出警的警察 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走过来竟然先打了男子头部 又将其撂倒在地 旁边的女子上前拉架 却被第二名进来的警察拉开 两名警察和随后来到的第三名警察开始殴打男子 女子又上前阻拦 被其中一名警察推倒在地 三名警察对男子是又踹又打 整个过程持续了约三分多钟 最后男子被强行带走 都是新影报 编辑报道 产生的阶段 对我对阶段这一阶段